我們先請到庭浩 那麼川普在他遇刺之前 接受專訪 他有提到 到底會不會保衛台灣 沒有想到他竟然要收保護費 沒錯 其實他對於歐洲的態度也是一樣 基本上 無二戰是這件事情 美國是可以加入 美國是可以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北約是必須要負擔 一定程度的國防之處的 那對於台灣也一樣 我們一直在圍堵中國市場 那如果台灣沒有釋出一些善意的話 那為什麼要保護台灣呢 他不能讓大家占美國的便宜 對 所以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市場上針對川普 蕩選機率大幅拉升之後的 幾個想像空間 第一個想像空間 那就是地緣政治的緊張 是否會再度引起 那地緣政治引起以後 會不會引起適度的通膨 這是第一個觀察的重點 那第二個觀察的重點 是在於 那地緣政治衝突引起以後 對於股票市場 會不會也形成顯著的賣壓 所以他不只是針對 由於通膨引起 債券價格的下跌 也有可能會由於 市場地緣政治風險的 衝突對於股票市場的衝擊 可是你回過頭來看 當時他在17年上任以後 真的有讓美國的通膨失控 真的有讓美國股市 受到嚴重衝擊嗎 其實並沒有的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把川普任期和拜登任期 來進行比較 川普在第一年的通膨 僅僅只有2.13% 第二年18年 他正式發動美中貿易戰 通膨也不過上行到2.4% 那隔了一年到19年 通膨關稅戰持續當中 並沒有因此而攀升 反而下滑到了1.81% 到20年由於新冠疫情 甚至已經下滑到1.23% 所以川普任期 幾乎是沒有通膨的問題 對 那我們再舉過頭來看 拜登任期當中 每年的通膨表現 2021年一接手就是6.8% 攻擊鏈幾狀 緊張 2022年由於拜登的財政刺激 持續的助長通膨 通膨率來到7.1% 23年3.7 今年現在也不過到3% 你有沒有發現有趣的跡象是 拜登在4年任期 沒有一年比川普 任何一年最高的通膨 還要來得低的 就每一年都比川普 任何一年任期來得高 這說明從通膨感受程度來看 好像川普所發動的關稅戰 地緣政治的緊張 並不會引起更進一步的通膨 川普老實說 你說他會引起 奪地緣政治的緊張 我是認為不一定會發生 他只是貫徹 共和黨的黨綱 認為我竟然付出了一些東西 人家就要給我一些回饋 所以這就取決於拜登和川普當中 對於各項政策議題的不同 比如說在氣候議題當中 拜登就認為 他是重視氣候變遷的 要推動他的抗通膨法案 所以他對於中國市場 是屬於一種進合的關係 就是我雖然在科技領域封鎖你 可是我在氣候變遷 我們是可以一起來合作的 可是川普對於這項議題 老實說就沒有特別的在乎 他一直都是很懷疑 氣候變遷這樣的態度 他直接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 所以這樣的一個角度而言 他對於中國的圍堵 就可以更加的成功 再來我們觀察的重點 對於財經面 反而是在稅務層面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拜登這段時間 他之所以無法成功的向富人徵稅 主要原因是因為 目前民主黨並不是絕對多數 他並不容易一次過得了參眾議院 更何況現在在總統大選之前 但是現在市場的民調預估 第一 從總統大選來看 川普是很明顯贏拜登的 勝選機率很高 第二 目前由於參眾議院 部分的換選都有可能會導致 共和黨最後取得絕對多數 接下來他針對富人或者工人稅的 直接減免很有可能就會刺激到經濟 雙方唯一有共識的是什麼 是對華政策 拜登對於中國市場來看 他是有他的確定性存在 但是也蠻討厭的 因為一直圍堵中國市場 而且在川普的關稅戰既有的規模底下 針對科技戰來予以前置 但是川普呢 川普他對華政策也是很明顯的對立 問題是川普對中國政府來看 有他的不確定性存在 所以對於中國市場來看 可能更偏好拜登一點 川普對於中國的威脅看起來更大 所以中國更不希望川普當選 對 現在最後的一個差別 就來自於烏俄戰士的態度 以及對於台灣的態度 拜登的態度 一直都是直接支持民主同盟的 川普的態度 並不是說完全不支持烏克蘭 而是說如果需要我進行一些 軍事的介入和補助的話 歐元區 歐盟必須要釋出相對應的代價 就好像對於現在台灣的態度一樣 我當然這麼努力的保護你 你當然要給予我一些回饋 所以現在唯一的區別在於什麼 就是雙方的政策 其實都有他的論述中心存在 唯一的區別在於 川普說的話 他當時到底有沒有做 我們只要確定他現在說的 跟當時做的有沒有同步 我們就可以大概遇過 未來四年的榮景了 我們舉例來說 當時在16年川普的競選承諾當中 其中就提到要退出TPP 他有沒有退 第一千上任 他就正式退出TPP了 換句話說 有些政策他執行的是很快的 但是有些政策 他執行遇到了一些自愛難行的步調 所以導致他課取的幅度沒有這麼大 我們舉例來說 當時他為了要打擊中國市場 是不是有課取關稅 有 可是在競選時 他喊的口號是課取45%的關稅 後來有沒有課 有 課了兩成 所以算是達成一半 沒有真的課到45% 沒錯 再來他要把工作機會顯作的帶回美國 可是他有沒有推出相對應的計畫 有 他當時還半威脅我們的鴻海 可以到威斯康辛來設廠 結果沒有設廠成功 可是至少簽了一些備忘錄 對不對 再來我們看到 當時設定 認定中國是外匯操縱國 既有龐大長期的人民幣的低匯率 引起更多的出口競爭 當時在剛上任的時候 有沒有把中國直接設定為外匯操縱國 有 可是問題是沒有懲罰他 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到 雖然川普有時候的言論 相對比較極端一點 但是在正式實施的過程當中 也許並沒有想像中 來得這麼極端 換句話說 這一次的川普當選以後 很有可能會依循過去 共和黨建制派的路線 穩中求穩定 用這樣的一個角度 持續的思考 我認為才可能會對於台灣 或者歐洲市場 有一點影響 但是不至於重大的影響 好 再請教廷 這次在共和黨的部分 他們列出了20條的黨綱 核心的承諾 我們特別來看到 其實大概就說 列出了20條的話 非常有川市的風格 很有川普的一個風格 包括像是 經貿平衡 停止外報移民 通膨跟減稅等等的 這些議題 沒錯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是要斷定 本輪應該很有可能是在 過去民主黨 左派抬頭過高以後 適度的平衡 適度的回饋 現在就是保守派的抬頭 保守派跟自由派 最大的一些社會議題上的差距 你如果是現在在美國社會的話 是有保守派勢力抬頭 這樣的情況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左派抬頭太久了 有時候會此消彼長 產生一些社會的副作用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共和黨 他所提出的幾個核心的承諾 很多都是針對美國的內政問題 直指他的解決方案 比如說川普很強調的一項議題 也是當時他在遇刺案當中 指的那個圖表 他當時指什麼圖表呢 他當時指的就是非法移民 湧入到美國市場的人數 這項圖表 我們都很清楚 在川普任期以前 每個月有沒有非法移民 有 大概是五萬人左右 藉由美墨邊境 進入到美國市場當中 可是在拜登任期以後 我們看到每個月 大概是以二十萬到三十萬人的數字 忽然大幅地成長 當然跟民主黨左派政策有關 盡量都是以收容的方式 而且要等待法庭的審理 時間都會相對拉得比較長 所以川普現在的政策之一 有一個很直觀 那就是直接趕快封鎖邊境 直接封鎖了 而且實施美國歷史上 最大的驅逐計畫 美國的財政營收要從哪裡來 這個時候壓力就會很大 但是共和黨始終認為 在供給經濟學當中 適度的降低稅率 是有利於刺激 最後總體稅收的 我們舉例來說 共和黨最常侵詢的 叫做拉法爾曲線 這項曲線它的縱軸 是稅務的總營收 美國政府的稅收 橫軸是稅率 通常我們都會認為說 稅率越高 通常營收就越多 財政收入就越多 可是他認為 當你來到一個臨界點以後 稅收就會慢慢的變少 原因為何 你課的稅太多了 課到人家都不想消費了 最終你能夠收到的稅收 反而因此而減少 所以如果你適度的降低自己的稅率 反而可以擴大消費 而是雖然你的稅率降低了 可是你擴大消費了 總而來看你的稅收 反而有可能會更多 這是共和黨它的供給學派 在實行當中我們看到的方向 再來是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為了要維護歐洲和中東的和平 他必須要建立一套很明顯的 這個彈道的防禦系統 而且全部由美國製造 所以很多人認為共和黨 好像就是要放棄整個歐洲市場 放棄對於亞太平衡的保護 但事實上並不是的 他只是說 我竟然花了這麼多時間和精力保護你 那你應該要相對應的 給予我一些回饋這樣子 正由於在過去幾年 自由派 左派抬頭以後 我們看到像加州的林元購 像非法移民的問題 它的確讓很多中間選民 認為這種過左的政策 好像對自己不太有利 所以反而是保守派的抬頭 很有可能會主導本輪的大選 那就要看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講說 美國政治選舉 美國的總統大選 並不是說你有多喜歡一個候選人 你是多討厭另外一個候選人 所以這個時候也要觀察一下 民主黨會不會有新一波政策的出入 來觀察接下來對於經濟體制 財政狀況形成的影響 剛剛提到我們看到的是在 川普在這一次整個共和黨 所他們推出的這個黨綱草案 已經過關了 那麼非常多的 這個川市的一個風格 不過現在大家市場的普遍認為 說美國聯準會在9月 可能就要降息了 但是聽話為什麼 美元還是強勢無法擋 台幣現在到昨天為止 32.49 這也就是楊金龍擔任 這個央行總裁以來 最低的價位 8年的性低 這影響台幣匯率 有兩個角度來做思考 第一個就是相對的悄悄板 匯率是悄悄板 美元竟然降息的機率越來越高 照來講台幣容易走進才對 但是當這樣的一個因子 第一它沒有完全的展現 畢竟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目前並沒有暴跌 只是大家有這個預期而已 但是第二件事情 外資還是可以依群筹碼的調整 來改變台幣的匯率走向 我們舉例來說 照來講 台幣雖然不至於要到大升 但是現在貶到32.6 其實是跌得有點重了 在跌得有點重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到台幣匯率卻沒有反映著 美元即將走落而升高 最直觀的就是外資的買賣超 仍然在持續賣壓 當它極度的去拋售台股資產的時候 基本上也就意味著拋售台幣了 外資間又大賣307億 所以現在總計累積的近賣超 大概已經接近到500億左右了 你要想想看 今年年初到現在 是從18000點漲到24000 漲了快6000點 結果外資居然還賣了接近500億 你就可以了解到 那一支的買盤到底會有多強了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了解 現在是隨著市場上的氛圍 一步一步的傳導到 現在我們看到立法院 在最近所通過的 證交法第14條 公司應於章程當中 明定年度盈餘 提拨一定的比率 給基層員工調整薪資 或者分配酬勞 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那支很強 你只要知道 他知道明年的年終 還會領到這麼多 他給你0050 還是定期定額的買下去 所以這一波 雖然台幣創下了波段性低 可是台股仍然在一個創高邊緣 就是來自於內支的走槍 而內支它會循序漸進的影響到 整個台灣的經濟產業鏈 從一開始股票市場的創高 創高之後 大概6到9個月多 也就是2到3季度以後 基本上基本面就會馬上跟上了 這個時候出口表現 就會顯著的上行 而當出口表現好之後 房地產市場也開始如火如火的發展 房市也被帶動 所以基本上你看在2022年當時 整個台北股市開始做顯著的反彈 做上行 拐點見到 可是房地產真正的龍井是什麼時候 是在23年8月份 新清安推出以後 才有顯著的增溫 差不多就是6到9個月度 開始做的反應 所以台股先漲 漲完之後 房地產價格 隔兩三個季度跟著漲 房地產價格漲了之後 隔兩三個季度 租金價格也差不多要漲了 房租也變貴 而且房租 尤其租金價格 尤其在店面的部分 它那個僵固性又極長 常常很多人要做店面 知道房東一定每年調升 先給你千十三年 五年 所以它的傳導時間就來得更長 所以我們看到主技術所公布的CPI 和核心CPI 它是在20年以後 就做一個高速的跳升 到目前為止 美國當時是從CPI 9% 慢慢慢慢當到現在3% 台灣就一直保持在2.3 2.4 從來沒有下來過 這代表著內部的通膨壓力 也是其大無比 當股價上漲了 房價也跟著上漲了 房租也跟著上漲了 最後終究會傳導到薪資的 所以你看我們過去壓力很大 因為台灣21年 實質薪資也是翻覆 22年也是翻覆 23年也是翻覆 21年 22年 23年薪資有沒有漲 有漲 但是漲不過通膨 由於薪資漲幅跑不過通膨 實質薪資就是負值 因為你的購買力正在減弱 現在我們終於看到 台灣的經常性薪資 在過去兩個月 終於翻證了 你看從21年以來都是負值 終於漲到薪水了 對 其實一直都有漲 只是過去都漲不贏通膨 那是最近兩個月 6月份的數據和5月份的數據 首次開始回到正值了 所以漲贏通膨了 對 好不容易 但是可能心裡也無感 那邊已經購買力 已經收縮三年了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有趣的現象 其實整條經濟的產業鏈 它就是一步一步的傳導下去 當股市的創高 終有一天你的薪資也會創高 但是很有可能已經過了 兩年 三年了 這給投資朋友做的一些思考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匈牙利總理奧班 他是想要當極右派的共主嗎 他才輪值歐盟主席國 沒有幾天 竟然接連造訪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好 感谢观看